说港剧《冲上云霄2》大结局的播出 张志玲接下来的事业安排聚焦了无数人的目光 9月10号张志玲正式跳槽新公司 有消息称他的签约数高达八位数 其实按照他现在的人气 新公司给出这样优厚的待遇倒也不是不可能 我们来听听看张志玲怎么说 这个绝对是商业的秘密 绝对不能说 可是我可以说今天我的心情像天气一样 都是那么万里无余呢 都是很开朗的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当天张志玲正式签约新经纪公司 并与原唱片公司续约 新东家为配合张志玲在《冲上云霄2》中 飞机机长的角色 还特意安排他坐直升机登场 尽管张志玲不愿回应八位数加盟费的传闻 但从如此气派的仪式也不难看出 新东家对他的待遇非同一般 除此之外 更是还贴心的为张志玲送上了两份大礼 一千就让我下个月先去度假 我会去巴黎 一直跟我开会 一直开会一直开会 就说不如我们来一个专辑 就是唱你喜欢的歌 所以有那个岁月如歌出现 除了音乐作品之外 最令影迷们关注的还是张志玲接下来 在戏剧上的新动作 随着电视剧《冲上云霄2》的热播 张志玲要加盟电影版的消息也随之传来 活动当天 张志玲也针对这一消息进行了回应 这个可能只是一个传闻 可是我非常希望这个传闻能够成真 爱我 如果在他们的照顾底下能拍这个戏 我相信我一定能把我的演技发挥 发挥得最好最好的 接下来 给她一来 回忧尽